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日前南下与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合体, 却迟迟不见侯与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连线,外界质疑蓝宁双北合作恐生变。 对此,侯友宜今天表示,双北合作是必然,各项政见和议题双边持续讨论中, 侯友宜今天出席板桥区里长座谈会,媒体关心双北合作事宜。 侯友宜回应,双北合作是必然,只要有好的共同政见,都会一起推出, 让双北市民了解,各项议题一直与丁手中阵营讨论中, 包括交通、环保等民生议题,双方都陆续接触,讨论针对昨晚有一名女大声川助学士夫, 要求与侯友宜拍照,侯友宜表示,感谢民众给她支持,鼓励, 希望争取更多市民给她加油打气。 另外,有民众发现,原本支持苏贞昌的选民却变成侯友宜的粉丝。 侯友宜说,欢迎更多人加入支持我的行列, 让她能够顺利当选,为市民服务。